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你的视野有多远,和此前的视频略有一些区别 这个主要是介绍我们律所和幕夫天文组织 一块举行的一个天文的关心活动 会在2023年5月,也就是下个月在华盛顿地区举行 那么我们知道像今天天气晴朗 我们大家在平地可以看出去一两公里 那如果是在高山上看山谷,能够看出几十公里 在大海边上也都能够看到很远 这个是在地球上,如果你抬头仰望星空 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那我们看到的星星大多数是离我们比较近的 比如说你可能看过三体的故事 三体这个比林星离我们是四光年左右 其他的像天狼星,牛郎星,织女星,猎户座,贝斗七星等等 大多数都距离我们比较近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星星相对比较亮一些 除了这些星星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银河 对吧,银河系理论上可以看到 当然很多人实际上可能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 一会我们还会讲到 另外如果你能够看到河外星系 比如说像仙女座星系 它距离我们有250万光年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是在还没有人类的时候 250万年前发出的 那这个是比较有名的可能你能够看到的最远的地方 可以想象一下 对吧,在地球上我们能看到的距离我们很近的物体 如果抬头看到星空 你可以看到250万光年以外的星系 那说的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理论上肉眼 大家能够看到几千个星星 那实际上因为光污染 因为环境限制等等 往往很多人只能够看到几十颗星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亲眼看到过 土星的光环 木星的卫星等等 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对于天文是感兴趣的 因为呢可以更好地揭示人生的哲理 哲学等等这都相关 让大家看到宇宙是多么宏大 对吧,个人呢相对来说生命是比较短暂的 所以才更需要过好这个短暂的一生 所以呢很多人办理美国移民 不见得仅仅是为了好工作高收入 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 度过自己的生命 那么回到这个前面的话题 我们律所呢在今年五月 大概五月二十几号会举行这个观星的活动 那如果你有兴趣来参加 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届时呢会有这个天文望远镜 然后会请专家组装和调试 可以看到一些初夏星空的知名的星体 以前你可能在屏幕上看到过 在纸上看到过 那么现在可以亲眼看到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有很多人跟我们表示说 想要带孩子来看 这个也可以激起孩子对于周啊 对科学的兴趣 具体的日期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定 因为我们必须是要在晴朗的夜空 才能够看到啊 所以只能提前几天来确定 但是呢应该是在五月二十几号 然后地点呢是在华盛顿的附近 可能在北维州有一个公园 就叫Observatory Park 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都是在华盛顿附近的这个公园 欢迎大家来参加 总之呢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叫你的视野有多远 那如果你有兴趣来参加这样的天文关心活动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